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已经在刚刚我国时间的下午正式揭开序幕了 到底是寻求连任的特朗普还是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拜登会在未来四年掌管白宫呢 那现在暂时没有答案 一般估计最快也要等到大马时间星期三才会揭晓成绩 但近于今年美国的邮寄选票是比上一届多了几百万张 以及有可能出现的这个选举争议 因此不排除会有延迟公布成绩的可能 那随着成绩即将正式出炉 各路民调也继续赶在最后一分钟给出了他们的预测 那大部分的民调当中呢 拜登依旧继续领先特朗普 至于根据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 在足以左右选举形式的摇摆州当中呢 拜登的形式也是一片大好 在宾夕法尼亚 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 还有威斯康星这四个摇摆州都呈现对拜登有利的局面 特朗普呢只是在俄亥俄州以及德克萨斯州领先而已 那当然不到最后一分钟啊 选情究竟如何是没有人说得准的 所以这两位候选人也趁竞选期的最后一天 集中火力在各大摇摆州造势 希望可以拉拢到更多的选民支持 美国总统选举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两位总统候选人把握最后的黄金24小时 继续穿梭在多个州份造势 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更是在一天之内飞往四个摇摆州为自己拉票 对于不少民调和分析都偏向于认为拜登会胜出 看到现场支持者满到爆的特朗普却认为 谁更受人民欢迎 看现场的出席人数就知道了 而在投票日前夕 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抓紧机会 在全国各地继续走上街头 为特朗普拉抬声势 除了在车子装上美国国旗和特朗普的竞选旗帜 支持者们也开车在大街上疯狂鸣敌 把选举前夕的气氛炒到最高点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也在投票日前夕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会见选民 不管去到哪里都同样打着疫情牌的拜登 则炮轰特朗普指医护人员 趁疫情爆发大赚一笔的指控是个耻辱 虽然坚持不举行大型集会的拜登 少了热情的民众为自己摇旗呐喊 但他的助选阵营也同样不容小觑 除了有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处为拜登拉票 女神卡卡约翰传奇等一线国际巨星也为拜登助阵 美国总统宝座最后会鹿死谁手 很快就会揭晓 那刚刚在画面中特朗普跟拜登是赶在最后一刻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拉拢选民支持 那但是了解美国选举制度的朋友想必都清楚 最终谁会入主白宫 真正的关键还是掌握在选举人团的手中 那因为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是选举人制度 那候选人需要在538张的各州选举人票中 拿下至少270张 也就是过半的选票才能够胜出 而每一周会有不同数目的选举人票 那各州会有多少张的选举人票呢 是按照那个州在参议院还有众议院的议员总人数来分配的 像是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 他们只有三张选举人票 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则是有55张的选举人票 那另外在选举人制度下 美国的48个州都实行胜者全拿的制度 只要候选人在那个州赢得多数票 他们就能够直接拿下那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 我们打个比方 那如果某一个候选人他赢下加利福尼亚州 那55张的选举人票就是他的囊中物了 也就是说 按照选举人制度 即使某一个候选人他的总得票率低于另外一名候选人 他也有可能在没有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就成功出现担任美国总统 而这种情况下在本世纪其实已经发生过两次 那一次是在2000年共和党的小布什只以一票之差的优势惊险胜出 而最近一次嘛 则是在上一届大选中只获得45.97%总支持率的特朗普 他因为掌握了306张的选举人票 而打败了获得更高总支持率的对手希拉里 而这一次 那特朗普还能不能够让人大跌眼镜 再一次在选前民调一片不看好的声浪中脱颖而出 依旧也还是掌握在选举人团的手里 感谢观看